當日,我們的同事在舊立法會那裏問為何要這樣做 是沒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不會怪你 香港特區政府有什麼資格去估計呢? 我問你呀,這麼多保皇黨 有誰估計到習近平會當權之後說他整一路一帶呢? 還要走出去的,我們就駁入別人那裏,別人走出去 一路一帶都沒有多少人認識的,我覺得這裏是講的而已 是不是? 這麼大的動作,阿爺現在當你那650億那條高鐵是什麼? 當你傻的咯 所有的鐵路都超知是不是反對派造成的? 王國興就說是了 現在反對派干涉不了你了 是不是? 我們就是因為小哥干涉你 剛才有很多保皇黨問,為何當年問不到? 因為保皇黨說不要妨礙通過嘛 我一個人只有多少把口啊? 要分身啊 保皇黨全部shut up,shut their face 全部不問啊,現在就在那裡問啊 梁議員 問得很精細啊 你沒有反那時候,你還沒做議員,我不會罵你 因為你剛才問了一條問題,是想港鐵回答你 我告訴你,張比良,你憑良心說 保皇黨的沉默是不是令你暴向死亡? 這次西南二百虎,看著你慢慢陰乾 不殺這個,不殺白人,白人由他而死 告訴你,他們不問你,我問你,就被那些主席罵 不就搞一架瓜柴咯 阿哥 這個就是,建華之亂,任權之亂,陣英之亂的慘痛教訓 路錦新議員 陶一新議員